那老师怎么观察 美国现在全方位的 算中国的总账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大国之间对抗 到最后就是全线开打 那不是说真的要开打仗 但在这个政治经济 外交文宣各方面呢 都得动手 也就是逐步逐步的削弱对方 在削弱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很多问题会挑出来 然后呢战火四射呢 会少到很多人 现在刚才这个创下 已经把几点列出来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 现在一个最大争点 刚刚创下的点了 我们再说一次 现在美国最关切的问题就是 我要收拾这个俄乌战争了 你中共会不会再继续插手延续 过去我们就跟大家提过 我们说现在看起来呢 对中国而言 俄乌战争继续延续 对它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战争打了一年下来 看起来对美国 对欧洲 对俄罗斯呢 都打到这筋疲力竭 这是一个下四对上四的做法 所以对他来说呢 这有百利而无一害 如果马上停火是绝对不利的 但是现在如果他出来讲 我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 那也不行 所以他必须要用别的办法来说 好 那么怎么说呢 他居然推出个叫做和平计划 我们晓得这个俄乌战争呢 是去年2月24号开打 我们在节目上也反复谈了 就在这个一周年的当天呢 中共外交部发了一篇文章 叫做《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列了12点洋洋洒洒 外界把它称为一个和平建议 是了 表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和平建议 但是呢 其实里面有很多问题 大概这样说吧 我们过去反复提醒大家 中共在写这东西的时候呢 作文比赛的功力都很好 言语非常漂亮 但是它的行为往往是相反的 而且你直接读下去呢 它自相矛盾 包含祸心 我们时间关系呢 12点没办法全谈 我就挑比较重要的4点呢 比较详细地跟各位谈一下 然后也顺便指号当中的问题 跟美国可能会评评的地方 好 他在这边呢 讲的第一点呢 他讲要尊重各国主权 然后国际法这个联合国宪章的终止跟原则 应该要严格遵守 国际法要得到平等统一的适用 不应该采取双重标准 从文字看 无懈可及对不对 这是大家基本接受的原则 好 那么如果说国际法 要平等统一适用的话 不要双重标准 我不用挑太多 我随便挑一下人权公约 大概一般来说呢 我们在国际上谈 这个国际上的人权公约和人权宣言呢 大概有三大人权公约 第一呢 是世界人权宣言 第二是公民与政治权力公约 第三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公约 好 那我们请问一下 中共讲说不应该双重标准 然后应该得到平等统一的适用 中共这几个公约它是签字的 它是签字国 严格说我们还没有资格签字 当然我们也是支持这个公约的 中共是签字国 但是我请问一下 这么多年来 中共签字签了几十年 它对新疆 对西藏 对蒙古 对香港 有没有落实这个公约 哪个地方落实了 好 那么如果你说 这是少数民族 不好意思 那对内地的各省人民 它有没有落实这个公约 完全没有 这就是我们讲的 双重标准 言行不一 指向矛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比较复杂 第二点里面包含了很多问题 那大概第二大点呢 我们可能分成好几个小点来讲 我们先说第二大点里面的第一点 它说摒弃冷战思维 一个国家的安全 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 同样的文字非常棒 对不对 摒弃冷战 我们不要再来冷战了 好 表面上呢 这个我们看到就是 现在国际上呢 在诠释这条的时候 很多人讲 它这个是谴责俄罗斯 然后因为俄罗斯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呢 也谴责美国 因为美国又冷战思维 然后它这个也影响了 别的国家的安全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然后世界各国主流国家 也都基本都共事了 中共这么多年来 在挑战国际法 挑战普世价值 最近他们人民日报 还明确发了一篇文章 我们反对宪政 反对西方的宪政原则 我们认为中国的这套最好 所以它对美国跟欧洲 这么多年来在打超限战 刚才不是讲说大内宣吗 然后阴谋推动 各种各样的内部的渗透 跟削弱的手法 这些是不是冷战思维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 中共经常贼喊捉贼 这地方是一个例证 这是第二大点的第一小点 第二小点就是 它说地区安全 不能以强化 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 这个很明显 是谴责北约 谴责北约东扩 中共过去对北约东扩 坦白讲谴责过 但是并不强烈 什么时候开始强烈呢 当这俄乌战争爆发 然后俄罗斯讲 我今天要打俄罗斯 因为你北约东扩 威胁了我的安全 所以我这样做 对 你从这边年表上看 你看到北约是东 北约的确是六次扩张 一次一次一次 然后从地理上 一步乱地向东前进 所以你会觉得是北约东扩了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若把历史来拉长点看 几百年来是俄国不断向西扩张 今天我们看到的北约东扩 就是几百年来 俄国不断侵略的结果 我若不说几百年的话 我光说1945年 二次大战以后 俄国在东欧地区 拿了东德 波兰 匈牙利 捷克登的这么多国家 然后把它建立了 这么一个铁幕政权 所以现在你说大家在北约东扩 不是 东欧就是你说那句话 趁你病了要你命 我还不是要你命 我是趁你病的时候 我去逃命 是我逃命 所以讲的准确点 不是北约东扩 而是东欧西逃 这样讲才准确 那么俄罗斯呢 他讲北约东扩 是威胁到我的安全 俄罗斯讲的话呢 就算了 中共跟着讲 你不要忘记 当初俄罗斯在扩张的时候 中国也是受害者 你为什么不出来说话 所以这个标准的 道果为阴 然后颠倒黑白 然后中共又批评说 军事集团了 刚刚不是讲了吗 他批评北约 其实他怕什么呢 他原来北约在扩张的时候 我们过去讲过 他并没有太大批评 因为他晓得北约不争得他 那为什么现在对北约批评这么厉害呢 因为这几年 北约看见了中共的扩张 北约开始开口讲话了 北约开始批评专制 批评共产主义 而且北约对于中共侵略台湾 跟中共威胁台湾呢 多次表达反对意见 中共对这点非常生气 所以他现在开始批评北约东扩了 好 那么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 就在这点里面第三点 他说各国的合理安全利益和关切 都应该得到重视跟妥善解决 这句话同样是两面的 一方面你可以说 他是帮乌克兰讲话 乌克兰的合理安全利益 应该得到重视跟妥善解决 另外一面呢 他也是帮俄罗斯讲话 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利益 跟关切应该得到 得到这个尊重 跟这个妥善解决 好 那么我们刚才 已经提醒各位了 如果把俄国跟这个东西欧 这些国家的这些关系呢 往前看几百年 或者仅仅看几十年 你可以发现 其实这么长时间呢 是俄国向外扩张 威胁了中东欧这些国家 甚至西欧国家的安全 所以当这些国家 看见俄国衰弱之后呢 就立刻逃出去 逃出去还能够找到 唯一的保障 就是北约 所以当这些国家逃开 然后希望找到个安全保障 逃进北约的时候 表面上看起来 是北约东扩了 实际上呢 是东欧西逃 如果这个逻辑 站得住脚的话 这不恰恰好 就是东欧各国的 合理安全利益吗 不就是如此吗 因为反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 俄国只要稍微停顿下来 稍微强大一点点 就要对外侵略 对外扩张 大家说你乱讲 他现在怎么可能呢 你不要忘记 2008年 他不是打了乔治亚吗 打了这个南奥塞第一 跟这个阿布哈兹两个省 然后2014年 打了克里米亚 2022年打了乌克兰 打到现在打了一整年 其他用兵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我请问 乔治亚的 克里米亚的 跟乌克兰的 合理安全利益 又在什么地方 中共为什么 不去保护他们 所以我们常常讲 在这个是非黑白 侵略跟反侵略 这么清楚情况下 我们都晓得谁是侵略者 你不去谴责侵略者 在那边混水摸鱼 讲些漂亮话 你到底什么动机 更奇怪的是 台湾很多所谓的名嘴 也跟着中共讲话 你仔细看 你把话打开来 仔细看看 几乎每个字 都跟人民日报 和新华网一模一样 你这不是在帮中共讲话吗 那么这是第三大点 第四大点他讲了 第四小点 他说 反对把本国安全 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之上 防止形成阵营对抗 共同维护亚欧大陆和平稳定 同样的文字也非常好 但是我再问一次 你面对一个屡次犯规的侵略 前科犯的俄罗斯 你若不采集团对抗的话 东欧这小国家 你觉得有什么机会 波兰 匈牙利 东德 捷克 然后这个爱沙尼亚 拉陶威亚 立陶宛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等等 然后甚至刚刚讲的 白俄罗斯 或者乌克兰 你觉得有什么机会 他若不集团对抗的话 所以这些问题呢 你若仔细去看 然后你把历史翻开来 详细去读一读 然后把这个关系 跟时间理顺的话 你晓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是第二大点 第三大点 他讲停火至善 各方应该理性跟克制 不要拱火交由 就是不要火上加油 不要激化矛盾 要尽快对话 推动局势缓和 最终达成全面停火 同样的文字上是无懈可及 但是我们如果说 结合现实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 停火有没有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前提条件的话 刚刚创下所说的 如果现地停火的话 那对谁有利 对俄罗斯有利 因为俄国打进乌克兰里面去 而不是乌克兰打进俄国里面去 也不是北约打进俄国里面去 是俄国打出来了 那么现地停火 对俄国是有利的嘛 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 停火之后 俄国是不是退兵 退到什么程度 是完全撤退呢 还是退一部分呢 还是只是象征性的撤军 俄国过去经常干象征性撤军啊 别的不要说 我就帮中共说几句吧 中苏在非常紧张的时候 边界对峙 五十万大军成兵 最后中共说 你威胁我了 我要你退兵 好俄罗斯退兵了 他退 苏联退兵了 退哪里呢 退中盟边界 蒙古不是夹在俄罗斯 苏联跟中国中间嘛 他退了苏联 住在蒙古的最北边的一个师 也就是苏盟边界的一个师 而不是中盟边界的一个师 他退兵了 你觉得退兵 你怎么去解释他 所以我们今天问的就是 退兵你是完全退 还是部分退 还是象征性退 还是怎么样 好 这退兵的 停火的第二点 停火第三点通常就是 你如果侵占别人土地的话 你要退兵 要交换土地 你要赔偿损失 要惩罚战犯 这些东西我们谈不谈 还是只是想说 停火就算了 停火就解决问题吗 不会吧 南北韩停火了 今天你觉得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嘛 所以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说 侵略者的行为 是不是受到惩罚 然后侵略的动机 是不是被消灭 然后侵略的能力 是不是被终止 这个才是重点 那他说什么呢 不要拱火交游 不要激化矛盾 各位如果这段时间 看中共的文学的话 中共讲什么呢 中共讲 美国跟欧洲这些国家 对乌克兰不断提供武器 就在拱火交游 就在激化矛盾 他只在这里面 没有这样说罢了 他在别的地方 说了很多次 各位在我们的节目上面 不是在我们 在台湾节目上面 也经常听到 有人在讲说 哎呀美国如果不提供武器 俄罗斯这个 乌克兰战争打完了 对打完了 结果是什么 乌克兰被侵略 乌克兰被并吞了 你们这些人 讲这些话 是要这个结果吗 是要看见 乌克兰被俄国 完全打败 并吞这个结果吗 你所谓 美国跟欧洲 不要拱火交游 不要激化矛盾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再说一次 我们说了很多次 我们再说一次 当俄罗斯完全把乌克兰打下来 欧美各国乌克兰奈何的那一天 就是中共打台湾的那一天 这是非常清楚的逻辑 所以指责美国和欧洲 提供武器拖延战争 你为什么不去指责 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呢 你为什么指责受害者 而不指责侵略者 不指责加害者呢 这不是很奇怪的逻辑吗 如果这不是逻辑的话 那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问的 好 这是第三点 最后点我们跳到第十点 文字也非常好 他说停止单边制裁 单边制裁呢 不会解决问题 而且制造新的问题 然后有关国家 他没有点名 应该停止对其他国家 滥用单边制裁 跟长臂管辖 为乌克兰危机降温 发挥作用 也为发展中国家 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创造条件 同样文字非常棒 然后讲话看起来 一片慈祥和蔼 然后照顾全球 实际上我再问一次 如果欧美国家不发动制裁的话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如果欧美国家在面对俄国去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不发动制裁 俄国会停止侵略吗 俄国会停火吗 第二问题 如果不发动制裁 你只说欧美国家应该出兵打仗吗 如果欧美国家应该出兵打仗的话 你为什么对美国帮助台湾 你这么生气呢 好 那么你说尽管安理会授权 安理会支持投票的时候 就前两天的事情 中共不是投的弃权票 而不是投赞成票吗 不是被他看出来了吗 你说不要单边制裁 不要长臂管辖 你说美国这么多年来 不断在单边制裁 然后在长臂管辖 那我请问一下 这几年来 你对荷兰 对立陶宛 对澳大利亚 对加拿大 你是不是在单边制裁 你是不是在长臂管辖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说他们讲来讲去 就是自相矛盾 其他什么谈判 人道是什么考量 供应等等 那个都是鬼话 那我们的结论很简单 他的言语一向是很漂亮的 你如果不了解 他实质的话 你光看他文字 你可能感动得流下泪来 但如果你了解他情况 你不会这样想 还是我们刚才那几句话 第一点 言辞漂亮 但行为相反 自相矛盾 抱上祸心 第二 他挑战国际法 挑战普世价值 明确反对宪政 这都是白纸 黑纸写在那里的 他都这样说的 他针对美国 针对欧洲 也针对台湾 进行超线战 阴谋推动 这是不是冷战思维 这就是贼喊捉贼嘛 然后谴责北约东扩 事实上呢 你为什么不去谴责 侵略别人几百年的俄国呢 你过去历史科普上 都这么说的呀 然后现在你不敢说了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 你跟俄国同舟一命了 为什么同舟一命 你跟侵略者同舟一命了嘛 不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批评北约害怕北约 因为北约现在开始干涉你了 北约觉得说 你破坏国际秩序 挑战我们的普世价值 北约看不过去 北约开口了 所以你开始骂北约了 然后你指责单边制裁 长臂管辖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不就一模一样吗 所以很多人讲说 只要中共强大了 推行国际秩序会不一样 我告诉你 中共强大之后 推行国际秩序 保证比现在坏十倍 百倍千倍 那时候全球陷入奴役当中 这真的是 你要过的日子吗 好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